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在2009年跟2008年 这边的一个表现的情形是如何 发现就是说 2008年跟2009年的表现 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的 所以我想再把这两个项目 来去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叫做向下 向下的一个延展 这两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都可以往下来去做探索 向下来去探索 但是记住哦 这个是指说 例如说 它就把记放在一起了 那这一个的话 会是分两边来去做比较 决定来说 当我今天点选向下来去探索的时候 好 这边是季度一 季度一的话 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 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到 季度一 二三四它的分别表现 但你没办法去做年的比较了 那当然可以再继续往下探索 探索什么 月 好 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可以比较什么呢 我们的各项产品 在季度一的表现 应该是比其他三季来的好 但是只能说明这件事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里面有2008年的第一季 跟2009年第一季 跟2010年的第一季 所以这样比较一点都不准 所以用这样子一个比较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较的平均点合不合理 决定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比台北市跟高雄市登革热素 那站在一个人口数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来去做这个人口得到登革热的一个比例 这样是不够公正客观的 所以通常我们看率而不是看数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往下继续延展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季 一二三月基本上它的量比较大 那如果撇开这一二三月我们大概来去看一下 大概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像例如说这个红色 红色的话 它好像就是在这个月表现特别好 这个月表现特别好 后面三个月表现非常不好 就是桌上型电脑具有这样子一个特色 这是从月来去看的 那当然我们再去往下探索是不是就变成日 所以建议各位先了解这件事 这个是在做什么探索呢 它是把季放在一起 月放在一起来去做比 那可是我们通常要比的情形应该是什么呢 2008年例如说它的表现跟2009年的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应该是要用这一种会比较好 因为同时你要比较出来有年跟季或季 所以点一下它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2008年的第一季 可以发现说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差异性 2009年的一个差异 你会发现以黄色来说的话 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一差差了很多 对不对 2008年笔记型电脑 例如说109个百万 那2009年第三季 只剩下75个百万 这边差异是不是很大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我要请你们特别了解的是 这一个呢叫做向下一个阶层来去探索 而且是用展开 注意哦 关键字是展开 这个是用聚合 聚合 好 这个叫展开 对 对 谢谢大家